我給了自己設定的鐵人三線的生涯 半大目標就是全運會第一名 然後去亞運跟去奧運 那第一個目標我已經達成 那第二個當然就是亞運 幼稚園到國小是游泳 然後國高中變跑步 大概在國中的時候 教員就問我說 你要不要參加小鐵人 然後在那個時候就是我第一次接觸這項運動 到了高中主項還是跑步 我以前是跑3000公尺障礙 然後大學我就正式開始訓練鐵人三線 大概大一大二的時候 就是比較有瓶頸的是游泳 因為我國高中停了六年 就是沒有一個專項不用訓練 但是跑步是算是我的強項 所以我可能跑步 如果這一場比賽狀況好的話 可能可以追一些前面的選手回來這樣 印象比較深刻就是去年的亞頸賽在印尼 我是精英組的第十名這樣 就在那一天的比賽游泳狀況沒有很好 大概在中後段這樣 上來騎車還滿順利的 到了下車其實沒有太多的保留 就想說能跑多快就跑多快 能追幾個就追幾個 然後就大概從二十名吧 追到變第十名最後進中點 就想要挑戰自己 對 挑戰這個世界 現在應該是兩百六十名左右 當然希望在2020奧運之前可以突破到 可能一百名左右就有機會可以去奧運 再次回到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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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